I want to cry, now I shall 大人,我又忘了 商大人到 何人击鼓 我们张大人爱民如子 定会替你申冤呢 大人,民女昨夜迷路 相依女子巡路 他不要打了我 你说话为何如此有气无力啊 我饿了 不为,去后堂给他弄些吃的 张大人真是爱民如子 放心,在本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不可能有如此胆大妄为之人 本官定会给你个说法 你可知是何人所为啊 是古证 传古证 大人 既然身体不变 也就不必行此大礼了 护卫,先赐作吧 是 谢大人 以本官看 此案必定是有蹊跷啊 你说古证打了你 护卫,问问他是怎么打的 还吃,是不是这么打的 不是 那是不是这么打的 也不是 大人呢 大人 他说不是啊 大人,你可能拿了东西打我 分明是信口雌黄,栽赃见害 护卫 上甲棍 大人英明 大人 我冤枉我冤枉啊 大人 我的夫君可以证明我 我的夫君可以证明我 传你夫君 你一定要证明我 大人 说 虽然他是我娘子扔 但我扔不能循私舞弊 就是这个和夫 我看都不想看得一眼 果然是大义立心 退下吧 连你自己夫君都这么说 你还有什么话说 护卫 上甲棍 大人 看了吧 上甲棍 看了吧 上甲棍 大人真是爱民如此啊 大人 我冤枉啊 大人 上甲棍 我冤枉啊 大人 怎么我还要证明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可以证明 你姐姐再大大得了等官啊 姐姐救我 effects 我 你想到计三 eden 大人 我妹妹是冤枉的吗 可是 仅凭你一己之言 实在是难以决断的 不过本官自有办法 护卫 我懂 是不是这么打的 不是 是不是这么打的 不是 大人 我是冤枉的 大人 不招啊 不招 上甲棍 砍了吧 大人 上甲棍 砍了吧 不如让我们来问问这位姑娘如何呀 姑娘 您觉得是上甲棍好 还是砍了好啊 上甲棍 姑娘真是爱名如此 家子 上甲棍 姑娘 你放心 只要有本官在 在这个剧场之内 本官绝容不得你受半点委屈 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本官好了 本官自会给你个公道的 姑娘 刚才为难你妹妹 真的是被逼的 都是这个狗官 为了你的话 我不当这个牙医 也罢 大人 我是冤枉的 我有证人 你有证人 我证人是我哥哥 你哥 你哥谁呀 我哥是当朝申品官员 马大人 马大人能是你哥 对啊 马大人到 马大人 大人 哥 朝廷三品官员的我的妹妹 怎么可能犯法呢 妹妹 哥哥今天替你做主 告诉我是哪个泼妇陷害的你 是他 是我 一看就是泼妇 张大人 这案可要明察呀 悲职竭尽全力啊 哥哥 最让人生气的 不是他 是他姐姐 他姐姐在哪儿 那儿 大人 小女子 这箱有礼了 张大人 悲职在 该罚二十鞭子了 大人 大人吩咐 小的照办就是了 大人 姑娘 得罪了 请 大人 冤枉了 大人 我想不知这个手啊 我 废物 马大人 大人 马大人手下留情啊 妹妹犯的错 让哥哥来替她承担 姑娘 快快请请 姑娘 为官今年三十八岁 正直壮年 在朝廷工作了这么多年 身为三品 足能证明我的能力 五十万的俸禄 不是白给 姑娘 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单身也在所难免 如果有事 请到马府找我 联系电话是 635265 哥 我没你这个妹妹 马大人慢走 水落石出了 正就是你 就是你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本县之府张薇薇 牙役张学衡 寻思无弊 贪赃忘法 欺压百姓 可被发配边疆 立即执行 由新任之府 于之府 为本县之府 即可上任 快走 大人爱民如主的 快走 爱民如主的 大人 你走 大人 你们昨天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不过是两个小女子 勾心弄脚 鸡毛蒜皮的小事罢了 退下吧 谢谢大人 姑娘请起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问你 你说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或者疾病 你愿意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地跟我在一起吗 我们 我们